晚上十一点二十二分左右 越来越接近妈祖起家的时辰 大支乡一群人也把圣香点燃 立刻香气四溢 大家的神情也跟着庄严隆重起来 圣香妈大支乡徒步军团 一群人拿着大支圣香浩浩荡荡 走向妈祖三拜后出发 此时大家心情都相当激动 费心制作了将近一年的香 终于可以供奉给亲爱的妈祖 然后看到点燃的那一山啊 心里很心悸很兴奋 然后也很感恩 很荣幸耶 因为我们妈没有谁教她就会坐下 有妈祖教啦 前几天还回去台大医院 做了新刀官手术的家章 今天也不想缺席 天外我一妈祖给你们啦 一路上都有好奇的民众 想跟大支圣香合照 古江也毫不吝啬的帅气入境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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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谢谢 这路上怎么有这么多人在这儿走 不知道 一脸才一次而已 为了跟着妈祖走全程 大支香徒步军团 准备了神奇的装备 哦 那个 是这套 胡椒牌的 为什么要穿这套 哦 这个好穿啊 这套都已经多了 好久不见 一年六个大医生 新年妈祖的行程是预定三十六小时到北港 中间什么时候要停 必须要看妈祖的旨意 大家一路急行军 从黑夜到黎明 中间几乎没有休息 五月十七日这一天的中午 户外温度高达三十五度 古江拿香也走了大约十二个小时 康乡的重责大任 暂时由朋友接力 中午十一点四十七分 妈祖决定在深港福安宫午休一小时 大家也开始就地找休息的地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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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热情民众的加油声中 古江再次顶着烈日 扛着圣江往前走 走过稻田 走过大桥 沿途想要钻较底的民众络绎不绝 五月十七日傍晚六点 海洋渐渐下山 三十六小时的急行军 已经走了十八小时 行径的队伍越拉越长 大家的脚步也慢慢沉重起来 这是一场超越深雨翼的挑战 与神同行的马拉松 到了五月十八日早上五点左右 大支香由其他伙伴接放 四处看不到古江人影 那个他可能在后面吧 应该等一下我们在那个前面那个路口 会等后面 会稍微休息一下 等后面的可能他们就会来了 原来古江因为天气太热 中暑以及大量脱水 先去看医生打针 扛香的任务由大家轮流接放 这时候家张先赶上来了 这一棒换他 五月十八日上午九点二十二分左右 行走三十三小时后 大支香团队终于来到北港北城派出所外 古江也接放上来了 两三点钟到处了 所以行退龙还好吧 还好啊 不然我们到处里煮食就好了 到处里了 到处里到处里吊电梯了 那要多两张啊 三张啊 四张啊 所以咖还好吧 咖还好啊 舌坡也滑了 五月十八日中午十二点零七分 大批人潮已经聚集在朝天宫 白沙屯妈祖轮教静庙 请到 圣香妈大支香军团 历经三十六小时的急行军 圣香终于插进朝天宫的香炉 烤鸵 金刚老大 但是这个还是一样的 酒呀 这个努力 工业 烤鸵 今天有很多 这种 这种 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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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业